好 繼續傳聞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知道是以巴戰士現況 到底有什麼樣的軍力的部署呢 當然以色列現在就預告了 要發動地面戰攻進加薩 可是伊朗也先喊話了 要以色列不要輕舉妄動 千萬不要攻進加薩 否則逼得伊朗也有可能會有所回應 好 當然現在美國就開始在擔心 中東局勢會不會發生戰事外溢的狀況呢 拜登政府現在先前 已經分別派出兩艘航母 包括了福特號和艾森豪號 前往東地中海這邊來部署 接著也派出F-15EA-10戰機部隊 前往當地 目的就是要阻止這個地區 再發生戰事外溢 要其他的派別 不要介入哈馬斯 還有以色列之間的衝突 好 當然現在為了加強防禦以色列 原本他們有的這個鐵窮系統之外 更是在哈馬斯突襲之後 已經火速部署了功率 一百千瓦的新型鐵樹 雷射防空系統 好 其實負責設計 並且打造鐵樹的以色列國防承包商 拉斐爾先進防禦系統 當初就是針對以色列需求 廣泛對付來襲的威脅 量身訂做打造了這一套鐵樹系統 好 其實非常的就當地可以來使用 因為它可以從好幾公里之外 就攔截火箭炮 迫擊炮 還有無人機等等的威脅 好 不過其實外界現在國際間關注的就是呢 這些難民們該何去何從 以巴交戰以來 加薩走廊一直受到以色列的猛烈攻擊 當然引發的是當地的人道救援的危機 從埃及邊境這邊控制的加薩走廊的邊界 就是拉法關卡這邊 好 先前呢 埃及一度說他們不想要開放 因為可能害怕湧入大量很難 他們也沒有辦法消化的難民 所以呢 現在經過了多方 種種外交努力的斡旋之下 這個拉法關卡現在是會重新開放的 當然也是希望可以讓一些乾淨的水資源 還有這個糧食跟物資可以順利進到加薩這邊 讓當地的民眾可以來使用 而同時間呢 美國總統拜登在今天也做出一個最新的表態 他警告以色列不要在這一塊沿海飛地 也就是加薩這邊 好 希望他們不要有起心動念想要佔領 不過對此呢 現在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爾登 他也表示說以色列是沒有興趣要佔領加薩的 但他同時今天也強調 有必要的話會採取任何行動消滅哈馬斯 好 持續要來看到的是以色列週末 就發出了一個最新通牒 要求加薩北部的這邊的一些平民 要往南部來撤離 可是他沒有想到的是 好 他們撤到南部之後 那南部的城市消化得了這麼多的人嗎 南部的這個城市漢尤尼斯一夕之間 人口原本四十萬 現在暴增到一百多萬 當地的醫療資源匱乏 吳國界醫生就向外求救 就說醫院裡頭就連止痛藥都沒了 人道救援志工表示汗尤尼斯每一條街都擠滿了逃難的人 物資迅速耗盡民眾要排隊好幾個小時才可以取得到乾淨用水 小小的一個家裡頭集了五六十個人如果情況持續惡化 很有可能就會有人因為飢餓或是缺乏水資源而死亡 好 其實現在全球的風向分成兩派 有人他們是挺巴勒斯坦的好 因為他們覺得說當地的民眾是非常的無辜 非常的可憐 但也有同時也有人他們是挺以色列的 尤其是很多的猶太人他們是挺以色列的 而在美國的芝加哥發生了這樣的一件慘劇 有一位七十一歲的男性房東 他疑似就是因為受到這個尾巴衝突的影響 居然使用軍刀刺死了一對巴勒斯坦裔的母子房客 導致六歲的男童他身中二十六道送醫不治 心疼男童的母親則是重傷在醫院治療 消息一出鄰居不可置信 更是心疼男童的遭遇 根據了解這個嫌犯行凶之前 曾經大喊穆斯林去死 所以現在被當地警方定調是仇恨犯罪 而警方現在是以一級謀殺 一級謀殺未遂 兩項仇恨犯罪以及致命武器加重歐級 等等的罪名將他給起訴 好 當然現在其實美中之間的關係 他們的表態呢 其實對於這個尾巴現在的戰局 都是全球非常關注的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就在上個週末 打了四通電話 分別給美國國勤布林肯 還有沙國的外長 還有土耳其跟伊朗的外長 其實這四通電話共同的主題 就是要討論如何穩定現在中東的局勢 讓以巴的衝突不再進一步的升高 王毅現在明確表示中方現在是支持 推進落實兩國方案的努力 王毅強調 巴以局勢發展到今天地步 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國權 長期遭到擱置 生存權長期不能落實 回歸權長期遭到末世 這種歷史不公應當儘快結束 中國將繼續站在和平公道一邊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維護自身民族權利的正義事業 好 以色列現在就說 他們要發動地面進攻 到底該怎麼打呢 會打巷戰嗎 前立委雷倩他就分析說 以色列進到加薩 是不會有巷戰的 原因就是加薩這邊的地形 是非常的複雜 他地底有非常複雜的這種地道 光是哈馬斯專用的隧道 就多達兩千五百條 所以他認為說 以色列可能未來的戰術 就是先把你們這些建築 通通給轟炸掉 我覺得他的死亡不會是巷戰 因為以色列人 他們在一開頭的戰術就是說 因為他們是在用地下室 作為基地 所以我們要先把所有的樓房 都炸平 炸平了以後 都是廢墟之後 我們才沒有危險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在那裡死傷的產裂 以及它最後的廢墟 絕對是斷壁殘垣 是無法重建的家園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律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Daar會不會太陽星人 等於감이なら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